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劳顺 又和大家见面了 这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什么呢 这期视频和大家分享 我在两次不同拍卖 买回来的碗 为什么说碗呢 我自己本身对碗不是特别过敏 碗这种气形 不是我自己个人受伤的重点 为什么呢 老话讲 一瓶二罐 扇盘子 四碗 这个碗大部分呢 都是食用器 在这个瓷器里边呢 路份里边呢 属于相对交地的 这么一类东西 所以我不是特别喜欢 收藏碗类的瓷器 但是这两家东西呢 例外我特别喜欢这两个碗 这个呢 是上次如果大家看了我那期视频呢 是一起在阿尔兰 五百五十万豪宅里边 我们去参加预展的时候 看的这个碗 在那期预展的视频呢 希望大家点击 我会把这个链接呢 放在这里 大家看我那个链接 会看到那期五百五十万豪宅的这个预展 这个呢 就是在阿尔兰那个五百五十万豪宅里边 看中的这只大碗 我很幸运呢 把它给买回来了 这个呢 是在北爱的一个乡村的小拍卖呢 买的一个粉彩的碗 那首先讲一下啊 这个碗呢 是两个碗都是出口池 两个碗都是粉彩 这个碗呢 是用正时期的 这个碗呢 是乾隆碗起 或者是更骗碗一点 乾隆重后期时期的 这么出口池的碗 这个碗呢 学名叫潘去碗 其实呢 是根据英文名呢 翻译直接印译过来的 punch bow 是外国人在冬天的时候 喝那种热的鸡尾酒 里边加上各种的水果呀 加上各种的这个 比方说这个桂皮呀 八角啊 这一类的东西 熬制的那种热饮 酒精 饮料 那种食用器 这个呢 也是食用器 装一些果品啊 挂果呀 这一类的这个碗 在它的瓷器的学名呢 应该叫 苗尽粉彩 私放 卧脚碗 好了 朋友们 下一步我们来看看 这两个碗的细节 我来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自己了解的知识呢 也有限 如果我有什么 讲的不对的地方 欢迎大家 在我的视频底下 给我留言 及时的就证我 帮助我 我也学习知识 谢谢大家 那么 我当时看的这个碗呢 给我的第一感觉呢 这个碗呢 是清早期的 早到什么时候呢 根据它粉彩的发色呢 然后呢 根据它的这个 变言呢 有酱油口 然后根据它自己这个 钛和丹琴柚的这个发色 它是一个很典型的 用证时期的出口词 早于用证呢 那就是康熙 康熙时期的粉彩 和这个用证时期的粉彩呢 区别比较明显 所以说呢 从这一点呢 就把康熙呢 给排除了 那么 这个文诗 这件碗的文诗呢 是 庭院 冻石 画会 上面呢 有蝴蝶纹石 有菊花 有牡丹 牡丹的 牡丹这部分呢 在画斑的部分呢 它的粉彩呢 里边增加了玻璃白 有 颜色上呢 有很明显的浓淡过度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 这个粉彩 是用证时期的粉彩 而不是康熙时期 粉彩的这个主要原因 再也就是它的绿釉 肾绿和浅绿的部分 也是比较典型的 这个用证时期的 这个绿釉特征 再加上它这个菊画 是用 樊红画的菊画 菊画樊红 加上苗锦 这也是 出口词当中 用证和乾隆时期 特别多用 特别常见的一个 粉彩壮士手法 所以说呢 重商所述 根据我个人的观点 这是一件 用证时期的 粉彩 苗尽 动词 庭院 画会 判去大碗 好 现在咱来看一看 这个四方过脚碗的 这个细节 细节特征 转一下 看看这个 来右 然后呢 四个面 这是 一个面 这一个面上是 两条龙 一个面上是 两条龙 一只蝙蝠 然后呢 这有一只小燕子 这个小燕子呢 是在四个卧脚碗的 四个卧脚处 也就是说呢 这一个晚上 总共像这种 像这种小燕子 总共有四只燕子 四个面 每个面有一只蝙蝠 然后呢 两个龙 也就是总共是八条龙 四只蝙蝠 四只小燕子 四个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见